特斯拉中国大召回 超2.6万辆中招 什么原因 市值一夜蒸发3000亿 幽灵刹车被美国调查 因质量问题频繁召回汽车 股价大跌 最近几天 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又站在了风口浪尖 与其相关的舆情又多了起来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月18日消息 日前 特斯拉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和缺陷汽车产品 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 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 自即日起 特斯拉将召回2020年12月28日 至2022年1月15日期间 生产的部分国产Model 3和Model V电动汽车 共计26047辆 2月18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称 日前 特斯拉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和缺陷汽车产品 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 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 在上述状态下 尤其是车外气温低于零下10度时 挡风玻璃除霜系统运行 达不到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除霜效果 除霜功能下降对驾驶员 视野造成不良影响 从而增加车辆在寒冷天气行驶时 发生碰撞风险的可能 存在安全隐患 特斯拉有限公司将通过 汽车远程升级技术 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软件升级 用户无需到电即可完成召回 对于无法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 实施召回的车辆 2021年12月3日 特斯拉有限公司 召回部分国产Model Y电动汽车 共计21,599辆 主要涉及转向节问题 2021年12月31日 特斯拉有限公司 召回部分国产Model 3电动汽车 共计144,208辆 主要涉及后备相关问题 同时 特斯拉汽车有限公司 召回部分进口Model S电动汽车 共计19,697辆 召回部分进口Model 3电动汽车 共计35,836辆 而在美国 特斯拉的召回规模更为庞大 据不完全统计 1月下旬至今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 特斯拉在美国已经发起了四次召回 涉及数量超147万台 2月10日消息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通报 特斯拉一影响问题 召回57.86万辆电动汽车 此次召回的车辆 包括2020-2022间生产的特斯拉Model S Model X和Model Y 以及2017-2022年生产的特斯拉Model 3 Poolbox模式下允许车辆在行驶时 通过外部扬声器播放音频 这可能会遮盖住行人警告系统发出的警示音 当地时间2月3日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公告称 特斯拉正在对超过81.7万辆汽车 进行安全召回 因为相关批次车辆安全带提示存在问题 在相关车辆启动后 而驾驶员没有系好安全带时 风鸣器无法启动 进而导致没有安全带提示铃声 这也是特斯拉史上最大规模召回 特斯拉2021年全球销量 同比增长约87.4%至93.6万辆 此次召回的车辆规模 相当于其全年销量的87% 本次召回涉及特斯拉旗下在售的所有四款车型 其中包括2021年至2022年期间 生产的Model S和Model X 2017年至2022年期间的Model 3 以及2020年至2022年期间的Model Y 此外 1月16日 因自动驾驶停车功能 特斯拉在美国召回5.4万辆汽车 2月1日 因除双储物系统失灵 特斯拉召回2.67万辆汽车 大量的汽车召回 只是特斯拉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 当前 特斯拉更为棘手的问题 跟幽灵刹车事件有关 最新消息显示 美国已启动对特斯拉幽灵刹车调查 这直接导致了特斯拉股价的大跌 2月17日 特斯拉股价大跌5.09% 单日市值蒸发486亿美元 缩水至9057亿美元 美东时间2月17日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 已经开始调查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涉及2021款和2022款的 特斯拉Model 3和Model Y部分车型 共计41.6万辆车 原因是该机构街道投诉称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出现了刹车意外激活的情况 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之为幽灵刹车 及用户在开启特斯拉车辆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时 车辆会在某种不需要刹车的情况下 突然无征兆的刹车 很多车主担心在高速上发生追尾事故 编刺表示 过去9个月里收到了354起与幽灵刹车有关的投诉 仅在2月2日之前的3个月内 与幽灵刹车的相关投诉已经有107起 相比之下 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 只有34起相关投诉 据了解 虽然这次幽灵刹车投诉中 暂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但自2016年以来 编刹一掌握了至少33起 特斯拉自动驾驶导致的撞车事故 这些事故造成了11人死亡 在报告中表示 编刹表示 缺陷问题调查办公室 已在对意外刹车问题进行初步的调查 确定潜在问题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 并全面评估潜在的相关安全问题 虽然问题频发 但特斯拉凭借其全球领先的自动驾驶技术 以及强大的成本控制能力 销量增长依旧强劲 财报数据显示 2021年全年 特斯拉交付了93.62万辆汽车 比2020年增长87% 其中 上海超级工厂 全年交付48.4万辆 同比增长235% 占据全球交付量的51.7% 2021年 上海超级工厂 贡献了超过16万辆的海外市场交付 满足欧洲 亚洲等十多个国家的需求 上海超级工厂 俨然已成为特斯拉主料制造和出口中心 2021年度 特斯拉实现营收538.23亿美元 同比增长71% 净利润55.19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348.83亿元 同比增长665% 这也是特斯拉上市以来 首次连续第二年实现盈利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 马斯克表示 2022年特斯拉交付量 将轻松增长50%以上 今年将实现全自动驾驶 成联会中国汽车最新公布的 2022年开年销量数据显示 今年1月份 特斯拉中国以59845辆的交付量 迎来了2022年的开门红 值得一提的是 1月特斯拉出口量达到40500辆 占中国新能源车出口比翼近八成 近日 特斯拉第二工厂项目 也引发市场关注 2月12日 由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办的 辽宁发布公众号 推送了一篇名为 沈阳市大东区武抓 并据 正当振兴发展排投兵的文章 主要介绍了振兴发展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的武抓策略 其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 结合文官片区城市更新 拉开工业发展空间 为特斯拉等重大新能源整车项目 落地奠定基础 多家媒体报道称 这或许是传位已久的 特斯拉国内第二工厂 可能落户沈阳市大东区 目前 特斯拉在中国的唯一工厂位于上海 这也是特斯拉在海外的第一座超级工厂 而针对媒体报道的特斯拉 在中国的第二座工厂 即将落户沈阳大东区的信息 特斯拉中国表示 此为不实消息 目前消息源辽宁发布已经将相关内容删除 去年底 马斯克表示 特斯拉将在亚洲布局建设第二座工厂 开消息发布后 引发各方猜测 特斯拉也表示 将于2022年开启新工厂的选址工作 并将于2023年确定新工厂选址 截至目前 与特斯拉中国第二座工厂的有过绯闻的城市 包括沈阳 广州 深圳 重庆 青岛 西安 合肥 武汉等 这就是有关系的 优优独播剧场 是什么事